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来到一百挑选攻略 找不到喜欢的沙发 有些人会直接考虑定制 好处是材质 造型都可以量身定制 但真的有这么好吗 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们再次请到马黑家具的设计总监Senson 来跟我们聊聊他对于定制沙发的看法吧 节目开始之前记得先订阅我们哦 我们每个星期二星期五下午点钟 固定的上片提供更多装修小知识给你哦 那首先我们想了解定制沙发跟成品沙发有什么差异 其实无论是定制沙发或成品沙发 他们在做工上面的细致程度是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那只是说在于定制沙发 它可以满足更多的依据量身定做的这个特性 来去满足更多的业主的需求 或者是设计师的一个需求 不论是本土品牌或者是进口品牌 大致上可以分成三个形态 我们就先从全定制开始来解释 那全定制是为了要配合现场的暗场空间 以及是满足消费者在选料上面的一个特质的特性 但是要知道的一个关键要素点 当我们的制工的工序越多的时候 也就代表预算的增生 比方讲有些消费者他希望 我们的全座垫是可以全部拆洗的 那就代表的是工序的提升 和材质选料的增加 接下来是我们在讲的半定制 那这也是最多我们进口家具在玩的一个方向 大部分来讲就是说我们原厂已经有针对一些设计的单品 已经有基本的框架存在 那可以利用材质的选定 配合当地的布衣厂 那每一间布衣厂再提供5到10种以上的各种不同的布衣 来去做选择搭配 那通常他们接单之后布衣厂开始制作 或者是家具厂开始制作 至少要等8到12个周期 再从上配送的话 大概是要走差不多6到12周 所以钱货加起来为什么很多期货告诉我们会说是 至少要满足3到6个月的交期的原因是在这边 那这也是在市场上比较难推动的主因之一啦 定制沙发如果没有重大的瑕疵 你通常是没有办法包退的 顶多可以透过不断的沟通跟协调 来去帮你做维修处理的部分 那其次就是我们在讲成品沙发 那成品沙发它就是可以提供现场制作 价格是我们一般消费群众是可以负担得起的一个设计单品 唯一的缺点就是它没有太多其他的选择 比如说你看到了某一个物品 这没有办法提供更多的尺寸或者是颜色的挑选 但是它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特性 就是说它是完全公开透明的一个价格带 那什么样的空间或情况比较适合定制沙发呢 其实定制沙发最大的优势就是可以配合设计师的格局上面的需求 或者是业主在材质选布上面的一个特性属性 成品沙发因为没有办法完全符合空间 它的一个调性跟需求 那有些业主就会退了求其次去选择定制沙发 那还有依据有些像是身形的需求 或者是家里面有一些病急 甚至是有些比较特别是风水的问题 所以才会去挑选所谓的定制化沙发的一个需求性 来去做产生制作 定制沙发是不是会有误差产生呢 既然是定制沙发 商家所提供的作品应该就是符合一开始 双方契约的拟定的一个内容所制定 那当然都一定会有多少多一些公差值 可是一定要能够在你可接受的范围之内 你自己本身要很明确知道 你所需要的尺寸尺度 这一些相关的讯息提供给到 不管是设计师或者是工厂也好 尽可能去和专业人士沟通 避免自己跑去找工厂 而浪费不必要的沟通成本 当工厂也好或设计师出图给你 自己要仔细去看图 确认每一个填充物花色 当你在中途要再做二次更改的时候 原先的那一皮布 你就是得别人必须先接收下来 那过程中还有需要注意其他事情吗 其实在注意到每一张沙发 后续要面临到的一种问题 最重要就是大门啊 电梯啊 搬运的楼梯的回转空间不足 导致于后端因为运送的过程 会有二次出货 或者甚至可能整张沙发 是没有办法成功运抵到里头的 那避免在搬运的过程当中 造成沙发的二次的损伤或刮损 其实也可以透过 进行这样子的设计的时候 是否它是可拆卸式的移腿也好 或者是它可以变成是两个partition 来去做分接 到你的家中再重新合并起来这样子 那验收需要注意什么呢 其实就是检查每一个尺寸大小吧 那数量跟你一开始 当初所拟定的契约合约是否为一致的 那检查外观结构是否完好如初 或者是说在坐感上去体验 每一个局部的空间 是否有明显的晃度 那在皮革的部分 就是检查细部的角落 是否有一些比较均裂的部分 如果我想要定制多功能沙发 像是有收纳的或是有花柜的 会有缺点吗 与其说缺点还不如说 我们自己常用的使用习惯是什么 像是有些人开关抽屉就非常大力 叮叮这样子 那就会产生出程度不同的一个损坏 那你这个时候就很关键了 是否容易维修 是你个人可以解决的 它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素 定制沙发会不会有一些限制 原则上你想要定制什么样的沙发 在台湾目前的工艺来讲 应该都不成太多的问题啦 比较多的问题是说 工厂跟设计师他们都会有双向的一个关系 如果他要去跟他原本没有配合的 故意商来去合作的时候 这些真身的预算成本是消费者本身要能够吸收的了 那像现在啊 坊间有许多标榜国外设计 然后台湾制作的沙发 你是怎么看这类型的沙发 很多主打国外设计台湾制造的设计师品牌 其实都是游走在一个比较灰色的一个地带 那我认为不要过度的去操弄 本土品牌这样的情感的勒索啦 那像我之前就买了一个 从丹麦进了一个柜子 大概要将近18万多 结果我在南部的一个设计师品牌里头 我就看到一个大概只要将近四成的一个家具品牌 做的一模一样这样子 但它标榜的是它全台湾设计台湾制作 那其实业主的需求有时候预算没有办法把这个东西拉到顶规的时候 其实你可以依据它的预算去介绍出它更符合它可以使用到的一些产品或单品这样子 这样会不会就是建议直接买国外成品沙发就好了 大家也不要因为这样子而陷入了不必要的迷思 定制没有绝对的不好是没有的 那像这些进口的家具品牌如果我们不挂牌 其实它也就像定制家具一样 只不过其实在一样你可以负担的金额里面 如果可以再买得到有挂牌的原装品牌的时候不是更好吗 我们很常时候收到消费者的回馈是也都慢慢了解到 其实因为台湾的工厂在取材跟设计或者是造型的做工上 就有比较多的先天上的不足 说实话就是市场上的一个需求还不够庞大 国外的产品之所以可以这么样的多样化是来自于它内需的市场已经急剧化 那有这些先决的一个条件需求才可以产生更多的一个方式来去压低它的价格 了解今天又是知识满满的一集 很感谢Centern的分享 再次整理今天的内容给大家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并且分享 想知道更多装修内容可以下载我们100APP 那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